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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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公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傳聞 早期在中南部的時候 聽說有殭屍的出沒 沒錯那我這次就受到全面失控 這款遊戲的邀請 真的跑到了中南部一趟 去嘗試看看 召喚殭屍的方法 而這次呢 我一共到了四個點 挑戰這個肚子傳說 並且拍一張照想要看會不會拍到什麼樣的東西 那這四個點呢 幾乎都集中在彰化的八卦山附近 因為早在1895年的時候 日軍進攻彰化 造成上千名的義軍 壯烈的犧牲 直到1965年才有部分的 679巨屍體殘骸被挖出 因此殭屍的傳說在當地就 盛宵城上上網打 彰化殭屍其實都可以受盈到 非常多的資料 像那些年我們一起住的女孩 他們在裡面就有拍過這樣子的一個橋段 那畫面中的呢 就是八卦山的大佛 那裡就是傳聞將屍最少出沒的地點之一 那沒錯 我去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遇到四個地點其中的第一個點呢 正是這個八卦山的大佛 那我到底去那四個點 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照片 最後有沒有怎麼樣呢 就繼續讓我們看下去了 對我來到這個第一個地方呢 就是八卦山的大佛 那當時呢八卦山戰役 就是有非常多的日軍市區在這個地方 對那我現在就要在這個大佛 在這邊做召喚殭屍的這個儀式 然後看看我們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好吧那我就走吧 對我現在就要拿這個蠟燭 然後前往這個大佛這邊 裡面也有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觀光的地方吧 可以去的這樣子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十二點多 這裡都沒什麼人 我們進看一下這個大佛 也很壯觀 然後呢這個寺廟其實夜景非常的漂亮 小米跟Hunter他們在這邊等我 好那我就在這邊進行 遭殭屍的這個儀式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大佛的兩邊好了 第一邊點燃它 第二邊點燃它 那邊我點了一個蠟燭 那邊也點了一個蠟燭 在這個大佛的正中央 然後接著呢 我是要說出咒語 算了之後 我跟Hunter跟小米在中間 就會拍一張照 據說這個時候 這樣是可能就會出現 來吧 3 2 1 Spirit to the dead Rise up again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you began 好然後 小米和我們一起過去 拍一張照這樣 走 來 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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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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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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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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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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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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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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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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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10 7 9 9 9 10 10 11 這裡就是我們的第三站 大渡溪 因為1895年的8月25號 日軍就抵達這個大渡溪 那能久親王就特別到這裡來查看 結果就隔著這一條大渡溪 對岸的台灣的義軍就不斷的對日軍開火 那隔天呢那個能久親王 還有一些士兵也就暫時在這裡 也就傳聞這個地方看到僵屍的出現 好 那我們就一樣走下去看看 能不能拍到一些東西吧 好 那我現在就走下去大渡溪下面 在下面點那個大渡 你看 會拍到什麼呢 走下來這個大渡溪 它其實是一個濕地是不是 好濕喔 真的是濕地耶 以前日軍就是從這裡登陸 然後跟我們的台灣的義軍駐戰 然後就在這邊點大渡 然後對著這個 這片石地 以前曾經在這邊打過仗的地方 好 3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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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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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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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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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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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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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牠吃餅乾 牠會用整隻巧克力對不對 覺得像是 覺得像是好嗎 狗狗在後面 牠在叫 下來了 一個懸崖一個大樹 到底了 沒有看到那個網友說的地方 後面是有大樹 但你沒有懸崖 我們已經大跌了 不然我們下去看一下 這裡也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 前面沒有路了 你在這裡你覺得有感覺嗎 在那邊那個地方 應該有 有什麼 墓園 有墓園 不然我們就往 右前方這裡拍一張好了 好 叫好攝影機了 然後在這個 附著一面地點 我就 一樣 坐到這裡 好 OK我們過去拍照 我們就蹲在這個蠟燭這邊 好 3 2 1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改的時間啦 那這次去彰化這四個地點拍的這些照片 那這次去彰化這四個地點拍的這些照片 我自己 當時 跟夥伴們都是感覺沒有什麼異狀 但是我回來檢查相片的時候 看到了大佛的這一張 似乎有一點點的小異狀 就是這兩個點 剛開始看到的時候覺得有一點像人 但會覺得應該只是光影而已 對 但是我看到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後來我又查到一些資料 發現 大佛那邊 有另外一個 除了殭屍之外的傳聞 就是大佛旁邊 相傳有一對情侶 他們在大佛的左右兩側自殺 結果就造成了一個傳聞 就是情侶如果去到大佛 就非常會有可能分手的這樣的一個傳說 對 不過雖然這麼說 我個人認為光影的機率還是非常大的 對 那另外三張我個人是沒有看出什麼 太多的異狀 那我會把這四張照片 清除版放到我的粉專 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對 然後呢 我當天也有實際走訪了 彰化最有名的習俗 送肉這種路線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部影片 也請大家可以持續的關注啦 對 那剛剛我們召喚殭屍的時候 我們不是念了一串咒語嗎 但我覺得 那串咒語好像似乎對 召喚殭屍這件事情 並沒有這個實際的效果 不過台灣早期還是有不少殭屍的傳聞 所以大家如果有其他召喚殭屍的方法 或這樣子的故事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那影片的最後呢 還是要再次很感謝 全面司空廠商的邀請 他們目前已經超過9000萬的下載量 他們是一款末日生存的策略手遊 對那同時 全面司空他們最近也迎來了 終年慶的活動 不只加碼贈送200抽毫力 而且連續登陸會再送 橙色的英雄角色 杯卡 聽完法新副本心劇情 更多福利和隱藏菜單 等著大家來發掘 還有機會獲得終極末日逃生大獎 藍寶堅尼唷 除此之外 全面司空更得到AMC正版授權 正在於殷屍錄展開聯名活動 殷屍錄特殊劇情與副本 完成任務就可以免費獲得 強烈推薦的英雄主角戴瑞 對喜歡戴瑞的朋友們也千萬不要錯過 在遊戲一開始呢 大家會進到自己的避難所 接著就是跟著任務生產軍隊 收復師弟 慢慢擴建自己的家園 我覺得全面司空跟一般SLG手遊 很不一樣的是 你可以設計改造自己的避難所 帶大家參觀一下我的避難所 有一點我覺得這遊戲很佛的是 無課或小課的玩家 也可以有很高的VIP等級 你可以透過任務得到的貨幣 抗上尼去購買VIP經驗 高VIP等級除了每天禮拜外 也可以在活動中獲得更好的獎勵 蠻推薦大家去購買的 那每個人的任務和活動呢 都可以獲得大量的資源 當然你也可以加入聯盟 和其他玩家搶戰力力 另外全面司空是全球的同伏 有著強大的翻譯器 你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友人 一起組建跨國聯盟 參加各種活動 PVP、PVP都可以玩很開心 趕快去下載 全面司空就可以獲得200抽毫禮 以及帶瑞貝卡來未免費的英雄角色 那遊戲中輸入我的專屬禮包碼 Dogwon888也會得虛榜 用資訊欄內指定的連結下載 還有機會抽LivePoint MyCard.Zoo 7-11的商品卡 數量有限 先到的就先拿囉 突發世界紅樓樓 全面司空中聯慶 也備送200抽 還有兩個傳奇英雄